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浮群的满意神经 今日心浮群团队来到五股公共脱脑中心 带领阿公阿嬷们与七峰互动上课 轻松学习关于狗的知识 去年跟前年我们大概市营运了一年半左右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社会创新 是在解决社会议题的 解决是两个 其中一边是流浪群 那另外一边是特殊群教育 针对不同族群 心浮群团队提供市场上没有的动物互动教育 藉由互动让狮子失能长辈感受自我加之 心浮群培育出来的意义是 希望大家在跟心浮群互动的时候 有那种互助互惠的感觉 在阿公阿嬷眼中 七峰更像是肉鱼陪伴的朋友 七峰的加入增添了长辈们的生活色彩 因为一开始我们也先让他们画他们心目中的狗狗 把他所有的关注的爱都画在那个图画纸里面 透过阿公阿嬷的表情与反应 可以看出七峰平时训练的扎实 对幸福群来说 互动课程不只增进了与人的社交关系 更产生了生存感 幸福群团队用心推广人与狗之间的互动陪伴 将会以这份热情持续为社会服务 谈到性侵 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要保护受害女性 但根据统计 性侵受害者中也有一成多是男性 而且他们更难接受组织的帮助 也面临许多刻板印象 在台湾 男性遭受性侵害的比率正逐渐审稿之中 根据卫福部在2005年到2019年度的统计显示 约有13万人遭到性侵害 而其中共有11%为男性 当男性成为了性侵事件的受害者 该要向谁求助呢 根据利息基金会 以往服务受报妇女的过程中 便有发现到男性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因此利息基金会在2018年成立了台湾男性协会 那男性 坦白说他求助时间会比女性晚 晚不少 所以第一个他们通常是要创造主缘 他们不想进系统或者不信任系统 然后case上来讲 有人对男也有人对男 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协会归纳受害男性个案面临的四大困境 在生理迷思部分 许多男性受害者在被性侵之后 会被认为至少有爽到 但勃起并不等于是真的想要 强者迷思者是因为社会对于男性 有着很强壮的刻板印象 因此认为男性不会遭受到性侵害 在性侵向迷思中 男男性侵的受害者常会被质疑是统治 最后 有些男性受害者生性吸血鬼迷思 认为自己是潜在的加害者 因而失去了建立关系的自信 除了定期举办团体 让男性诉说他们在关系内碰到的困境 协会未来也会持续进行性贫教育宣导 并修正政府服务 避免男性性侵受害者 因为机制的设计 无法得到平等且应有的对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